把这两头呢通常是黑的地方 把它切掉 再看一看这上面有什么黑的点啊 什么给它去了 往后拿一个盆 我们要把它开始擦片 我通常是会擦片的 如果你刀工非常好 你可以切 我呢是用这个擦槽擦的好快 给这个莲菜擦好了 可以看薄碳 完了以后呢 放凉水 把它泡一下 为啥要放凉水呢 就是把那里头那个淀粉啊 给它泡出来 这样的时候呢 你一会儿拌的就好吃 就脆 非常重要 泡个莲菜 很重要的是要弄一个姜末 这个姜末一定要切得非常非常的细 细到就说到时候 我们的每一个莲菜上都能 沾上这个姜末 非常重要 这是终点 OK 我们现在开始照莲菜 这个莲菜呢 必须用开水来照烫 因为它很薄 所以呢 就是开水烫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的莲菜切得比较厚 那你就要稍微照的时间长一点 像我这个呢 就因为非常薄 你看 这样的 莲菜也是 任何东西 我说过 你看 透明了 就好了 现在要 做一个熟的油 来做那个莲菜 放花椒 然后辣椒 辣椒不要放很多 不是为了让它辣 而是加一个味儿 油不需要很长时间 也不需要非常热 你看这油往两边散开了就行了 可以关火 莲儿撒在这个莲菜上 刚才剁的姜末 然后放盐 这个盐多少就是你拌的这个菜的咸淡的盐 然后把那个烧热的油 往这上头 一定要泼到姜丝上 姜末上 等它凉一下 我们就可以拌菜了 这个菜的其实调料很简单 就是糖 盐和醋 那个我不放糖 但是我会放这个意大利的Balsamic 因为它本身是有甜味的 如果你不放意大利醋 你放中国的白醋 或者西方的白醋 你都要加糖 这是这个醋 Balsamic 白的 就这样拌就行了 这个菜出来特别的爽口 姜末的味道全都进去了 然后酸酸的 就稍稍一点甜 然后咸味 这个菜就正式的做好了 看一下 你看我刚才说姜末一定要切得非常细 恨不得每一个上面都粘到 第二个呢 你这个莲藕要切得非常的薄 这样才好吃 脆 非常的脆 还有一点 我一贯说的 这个你做凉菜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弄得非常干净 不是说 不是水泡菜 而是你真的是凉拌的 你看底下几乎 几乎没有什么汁 这个就是醋的汁在底下 完了以后呢 这是重点 尝一下 嗯 所以你看 我们下期再见